从贸易协议谈判到用实惠的价格买一辆好车 能够让你如愿以偿的关键是谈判的艺术 这可是一项来之不易的技能 约瑟夫·甘德森去土耳西旅行的时候想买东西 我当时不知道每件东西都不需经过溢价 但是电脑可能会有所帮助 但这似乎不公平 不合理吗 不 我想那我们就答不成交易了 你和我可以溢价 你可以用一种策略和我达成更好的交易 但如果你不完全明白成功的原因 当你和另一个人溢价时可能就行不通了 计算机科学家曼尼尔约翰逊说 人工智能通过数学模型可以教授用户 如何成为一个擅长交易的人 人工智能可以知道你的对手想要什么 然后从高报价开始谈判 在这个模拟实验中 这些真实的人和虚拟的人正在尝试瓜分在储存柜中发现的物品 不 这对我不合适 好吧 那什么对你合适呢 从那次溢价中你得到了他们互动的记录 我们拿这个记录 我们可以了解你们提供的报价 以及你都问了什么样的问题 带着少于两把椅子离开 没有任何意义 不 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人工智能可以提供个性化的反馈 甘德森在第一次尝试时 并没有与虚拟的人达成一致 但是在受到反馈后 我第二次改变了策略 他和虚拟人得到就瓜分物品达成的协议 接下来是什么呢 研究人员想要探索谈判中更微妙的方面 比如肢体语言 这会影响到你的购车价格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 洛杉矶报道